原傳書 深音樂 那天 有一人眾 will know 來這邊 他问师父说 为什么他做生意一直做不起 每次都遭受失败 其实我们做生意做不起 肯定有他的原因 我在经典里面曾经读过 一则很有趣的 有关于伤人的这个事情 一次阿难尊者 他问佛陀说 为什么有些伤人 就是做生意人 为什么一直做不起 遭受失败 那有些伤人 他做生意 业绩都不理想 还有一种伤人 他做生意 他的业绩如他所想的 第四种 有些伤人 他的业绩远远超过他所理想的 想不到会做得那么成功 所以阿难尊者就问佛陀说 为什么会这样 佛陀就说 这四种人呢 因为过去所造的业都不一样 第一种 生意人或是商人 就是他曾经答应过出家人 提供他所需 但是时间到的时候呢 应该做的他没有去做 将来他身为人做生意 生意也是遭受失败 第二种人呢 就是虽然他答应了之后 有去做 答应多 做的时候做少 将来他身为人做生意 业绩都不理想 第三种人呢 就是他答应多少 他就做了多少 将来他身为人做生意 他的业绩呢 如他所想要的 第四种人呢 就是他做的时候 他超出他所答应的东西 将来他身为人做生意 他的业绩远远超过他所想要的 所以他们的业也不一样 这是很奇怪的 有时候我们也许说 啊 生意做不好 可能跟现在的业有关 但是跟过去的业也有关 后来我在观察 对了 有些人虽然做生意 态度很不好 但是他的生意还是很好 对吗 以前的 他在乔业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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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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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吗 人家要去吃他的 他要排队 他的态度很不好的 那一天他跟老婆吵架 他整过 他在乔业里面 倒在龙沟里面 他不卖 那些等排队的人 看着他 没得吃 但是他的生意还是那么好 每次人家都要排队 去吃他的 以前我还没有出家 在加拿大乡那边 有两千亿元国条 一间人潮很多 一间大蚊子 人都是有这种心理 人排队的一定好吃 我就先去吃那个人排队 后来注意 这个灵灵的心 来去跟那个生意不太好的 高官高官一下 因为他的鬼调 不会输给那第一间 但是两个人的 应去就是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 人的命也有关 我们过去累积的福报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有些人态度很不好 但是生意还是赚了很多钱 但是有些人态度很好 还是做不取 有时候真的是 跟我们过去的业有关 所以我后来再想想 也许对哦 佛陀讲的对哦 一般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四种人 原来这四种人有不同的果报 你们相信吗 可是有些人相信 有些人不相信 有些人不相信 所以才有这样不同的商人 不同的那个业绩 所以常常记得 我们答应人家的东西 既然答应了就要去做 真的到时没有办法做到 也要跟对方解释一下 好像就没有业了 有时候在我们经济能力之下 我们先答应 突然间来一个很意外的事情 到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我们也要去跟对方讲一下 不是我不想做 因为目前碰到这样意外的事情 所以导致我答应的东西不能够做 假如你这样讲的话 不是我们故意 能力做得到不去做 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就不会造成这样的业 所以大家注意 假如说我们答应人家了之后 过后真的到时没有办法去完成的话 我们跟对方解释一下 因为不是我们不遵守我们的诺言 没有去理性诺言 是因为某些事情的发生 使我们不能够做到 所以大家明白 那天也有一个局师问说 师父讲 仿佛我们的六根 六根知道吗 是哪六根 他就 言而彼色圣意 我们的六根 我们要仿佛我们六根 我们就培养这个沙地跟桑巴扎尼亚 波托在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 要仿佛我们的六根 你必须要培养这个沙地跟桑巴扎尼亚 沙地就是爱的记 桑巴扎尼亚爱的债 你要时时记得 当你的眼睛看东西的时候 你要时时刻刻 爱的记 向内反照 当我们的心身体喜欢不喜欢要知道 一般上我们的心假如没有把这两种法培养起来 我们都是随着我们的习性的反应去反应 你看看 我们的眼睛 一看到恶福我们心意的东西 我们就喜欢 看到不恶福我们心意的东西 我们就讨厌 一定的 只要我们内心有贪嗔吃 不可能你不会生起喜欢不喜欢 拿一个简单的例子 等下你们去拿食物的时候 你也会来观察 当你看到你喜欢吃的时候 内心马上感到喜欢 要吃 假如不喜欢的食物 你一看到 你就不喜欢 对吗 所以当我们的心有贪嗔吃 肯定你就有喜欢不喜欢 你要做到完全没有喜欢不喜欢 那是阿罗汉 阿罗汉看只是看 听只是听 他不会生起喜欢不喜欢 但是假如我们人呢 还有贪嗔吃的话 肯定呢 我们一定会生起喜欢不喜欢 但是要怎样去防护他 就是要靠沙地跟上法尘养 我们常常讲 我们的眼睛一看到 我们就随着我们的习性的反应 去反应 听懂这句话吗 什么叫随着我们的习性的反应 去反应 比如说我们看到好吃的 我们的心马上生起喜欢不喜欢 接着下来呢 就先进去照做 这就是随着我们的习性的反应 去反应 眼睛看到某些人的行为 我们不喜欢的 一看到不喜欢的心生起 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先进去照做 照做苦嘛 照做就苦了 夫妻两个人好像仇人这样 天天在一起 有些太太看到丈夫的一举一动 总是很不喜欢的 要骂要吵架 为什么 眼睛一看到就不喜欢 耳朵一听到他讲话 就发火 这些夫妻欠债的来讨债的 讲几句话你就很搞味了 你就一定要去顶他 这个要去顶他 就是随着我们的习性的反应 就去反应了 明白吗 因为你讨厌一个人的话 他讲话你就觉得很搞味 不喜欢 对吗 你假如那个人你喜欢呢 哇 你就很喜欢听他讲话 对吗 假如那个人你讨厌的话 他讲的话不管是好或是坏 有内容没有内容的 你总是不喜欢听 所以这个就是要随着我们的习性的反应去反应 你看看我们人 我们会活得很苦 就是眼睛看到 看到不喜欢的 先进去造作 造作就带给他们苦 耳朵听到不喜欢的话 先进去造作 造作就带给他们苦 为什么会先进去造作 因为我们缺乏那个sati跟sampatrania 时时刻刻不要忘记 回来关照 要知道你的内心的反应 要知道你的内心的反应 不要忘记 要时时刻刻 察觉你的内心的反应 假如我们知道 心身体不喜欢的情绪了 我们不要进一步去造作 你不再先去造作不喜欢的情绪了 他就熄灭 他生了 他熄灭 你没有放那个财心给他 一般上我们一看到 一听到 我们就先进去造作 把过去 你跟他在一起 那些片段 那些经验 他想的话 他的表情 全部翻出来 翻出来就联想下去 一直联想下去 你联想下去 你就苦啊 苦啊 苦啊 明白吗 所以我们一个人 假如你要仿佛你的六根 除非你要把这两种法培养起来 第一个就是sati 第二个就是sampatrania 当我们有sati sampatrania 才能够停止这个造作 假如不造作就不苦咯 明白吗 听懂吗 有些人听 点头 点头 但是 点头代表懂吗 不一定 有时候 很多人点头 是随着习性的反应 去反应 因为每次听到 都是点灌 点灌了 头就点 但是点头 代表他就明白 明白吗 也是点头 是随着习性的反应 去反应 来接受祝福 天哪 是随着习性的反应 请不吝点赞 进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